內維這邊其實已經有很多口淡水井 因為其實它後面是那個柴山 所以它的滲水量是非常豐富 所以內維地區的地下水是非常豐沛的 所以就是它這邊就開著了一口井 那其實內維整個內維地區大概還有 將近二十多座線紋還是到位置的地方 其實就是根據更早期的調查 有六十三座水井 所以說其實很多東西經過那個都市計畫 就是一些都市開發那種變遷之後呢 很多就是原來機業的東西都會消失不見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好那我們再移動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這邊的地也是突然突一塊起來的 就是大家剛剛有沒有就是聯想到什麼 就是剛剛也講到過的 就是它是用來就是賽道 就是讓它的那個屍性不會一直聚集在那邊 就是往兩邊那個散開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個就是地點 那就是我們謝謝那個就是 就是讓我們大家謝謝那個李家的阿嬤 來謝謝阿嬤 阿嬤阿嬤在這邊 阿嬤大家幫你洗澡一下 好那我們前往下一個地點 阿嬤拍謝跟你叫了 你知道嗎 那你給我們換句話就行了 那我們就這樣 好那我們叫我們家 我們就這樣 好那再結束 阿嬤